经上佛常常说 众生八苦交接 说的真没错 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生劳病死 任何一个人不能免 还有四种也免不了的 愿真慧 爱别离 求不得乌银之身 谁能免得了 这八种苦 天天都在这八种苦 里面过日子 不想处理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眼见的 耳天地 鼻纹的 舌肠的 身所接触到的 这种种现象摆在我们面前 都是佛菩萨在实现的 这种实现从来没中断过 我们就是不能够觉察 那海鲜老伙上提醒我们 他就找到了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 毫无留念 他说 他好几次 要求阿弥陀佛 带他到基罗事件去 那这个话我们要回听啊 不是一次两次 好几次 那换一句话说 他常常跟阿弥陀佛 见面 阿弥陀佛 真的不是假的 告诉我们有个信息 只要念到功夫成品 阿弥陀佛 就会给你通信息了 往生就有把握了 功夫成品就有把握了 这个信息好啊 为什么 讲一心不乱 我们未必能做得到 功夫成品 人人都可以做到 功夫成品是什么呢 就是我常说的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就叫成品 有一样事情放在心上 就是人物 功夫成品是刚刚得到清净心 只要一得到清净心 虽然很潜血 那就能往事 跟阿弥陀佛就通了 这个东西感通 就制成感通 制成就是一念 我心里只有这个 阿弥陀佛这一念 那念佛 大声小声 没关系 开口念 闭口心里头念 都一样 不知多少 完全是功夫前身 这个重要啊 所以 一切放下 一切随缘 随缘就自在了 大家欢欢喜喜 不要让 搞得大家不愉快 深怨恨心 那就错了 深贪念心 也错了 一定要晓得 今天量子力学家 为我们证明的 妄念的 妄念的频率 多快 一坛值 三十二亿百千年 一百个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成熟案 三百二十兆 这一坛值 念头生灭 多少次了 三百二十兆 现在我们用苗做单位 这一苗能谈几次 有人告诉我 可以谈几次 我相信 身体好 体力很强的 一苗能谈 晨起 晨起 年千二百四十兆 单位是兆啊 年千二百四十兆啊 一秒钟啊 一秒钟啊 有 这个 妄想 变成这个现象 物质现象 就是变成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整个宇宙 它的频率 就是一秒钟 两千二百四十兆 这么高的频率 波动下面 产生的幻想 那一个幻想 怎么会知道 就在我们眼面前 我们一点确查 都没有感触到 我们这个根不灵啊 六根都不行啊 这么高的频率 我们第六意识 无法想象 只好用个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也说不出来 那这个四十 在面前 从来没见到过 无量进来 清醒的时候 不能觉察 睡眠的时候 是更 迷得更深 昏尘更深 它不断啊 这个东西也断了 在大臣里头 原叫 粗诸菩萨 别叫 粗地菩萨 那一念断了 一念断了 就是一念旧 旧就断了 我们是念念谜 他一念旧了之后 念念旧 这个 在这个状况里面 自性里面的智慧 陷阱 神通 陷阱 道理 陷阱 也就是 世尊在华言里所说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 智慧 德 像 那把整个宇宙 都包括了 你全知道 整个宇宙 都是自己 这个 心念 所生 所谢 一念不觉 所变 那么你要不愿意 再回到十八界 你就常驻 是宝庄 圆土 极乐世界 是宝土 释迦牟尼佛的 宝土 是花藏世界 到这边去了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这话 陀佛 陀佛 陀佛